武師、武龍、武麒麟已經被列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先端之中 故言之,武師、武龍、武麒麟 是非常值得香港人去保育的重要習俗之一 不過很可惜,隨著時代變遷 武師、武麒麟一度都被認為很老套 沒有人肯入行 但幸好有一班師傑師傅不計付出 密密耕耘,守護著香港這個不珍貴的文化 當我有一天在城安街的時候 是十五年前 當我教徒弟一打起羅府德棟撐 門口的鐘就按起來 就說,師傅有人投訴 基於這個環境底下,你如何可以推廣 我曾經嘗試過在香港 試過教一些小朋友 教兩教後,他經常說 很辛苦,師傅 我可不可以不學 我都不可以強迫他 不學都沒有辦法 於是,因為在香港 可以很完整整地教到一個徒弟 一套嚴火派的師女 就真是嚴嚴可嫂 家長又很少鼓勵他做一些室外的運動 或者是游泳踢球 因為現在真的很少了 因為家庭日只有星期日 就不同 剛才李師傅說 一節日都沒有師 根本現在在香港是不可能的 而原青人 接觸武師 不要砌職目 不要砌力度 希望可以把傳統的東西帶出來 採青是一個鬥志鬥力的東西來的 不知道那麼多位師傅不同意了 我希望可以把這東西傳承 多謝那麼多位 但是沒有麒麟來說 的確是很辛苦 還有那些年輕人 就真的很多 學學一下 熬不住 熬不住 又沒有麒麟 尾 都已經 玩不到了 叫他玩麒麟頭 玩不到幾下 他就執包覆走人 所以麒麟很快就會失傳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就很喜歡打機 這件事就不用說了 幾乎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所以形成到我們客家人的 武麒麟 這個傳統文化 一路一路少了 你只想要喝點 那句話 你真的很喜歡 ご視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